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协会副会长张明清以学者的身份到台湾参访的时候 遭到了疑似暴力攻击的情况 也使得未来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如果真的要来台湾的话 那么他的人身安全还有台湾内部社会对他的反应将会是如何 这都是令人关切的话题 也是我们今天海峡论坛要跟听众观众朋友们共同讨论的话题 好的 谢谢博弈 而这一次呛马大游行的规模 比起上一回马英九执政白日的830游行 人数似乎有所增加 那么不禁要问马英九的执政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引起了诸多的民怨和不满 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要如何拥有民意之所向 发挥在野党的角色与功能 还有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张明清像刚才博弈讲的 在台湾口庙遭到台独人士袭击的事件 是否会对下周即将登场的两岸两会协商造成影响呢 今天海峡论坛将对这些话题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 首先请博弈介绍今天在台北演播室参加我们节目的来宾 博弈 那么今天在台北呢 很高兴为大家请到的是 昆山科技大学的武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 那么武汉教授呢 对于台湾的内部政经情势 以及两岸关系都有非常深入的剖析 与这个了解 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 能够再度的请到武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 那么和听众观众朋友们共同讨论今晚的话题都您 好的谢谢博弈 也欢迎武汉吴教授 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 我们今天要为您邀请到的来宾 是台湾自由时报的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 曹玉芬女士将稍后来到我们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 与我们进行讨论 由于这是今天一个现场讨论节目 还想让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 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向两位来宾提问题 或者发表您对于呛马大游行 以及张明清遇袭事件的个人看法 下面是参加今天讨论的具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方式 在台湾地区的听众观众 请您先拨00801-102-880 然后再拨866-837-5159 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 请先拨打108888 再拨打866-837-5161 好的 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讨论 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 当然这一次呛马大游行的人数的方面呢 民进党方面是号称有60万人 不过台湾警方的预估是20万人 那想从您在台北第一手观察现场一个情况 气氛究竟如何 还有民众们主要的诉求有哪些呢 吴教授 好 两位主持人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大家好 那么这次在这个就是昨天所举办的这个 这个呛马大游行啊 那么在人数上来讲 当然在各方面评估都有落差 那么包括媒体的评估也都做了 甚至于到50万的水准 可是实际上来讲 我想这个人数可能在20万上下大概应该有这样的这个这样的数字 但是不管数字有多少 我觉得他的人数之多可以达到一个对这个一个政策表达一个意见的一个程度 我觉得也就是说让施政者应该好好去审视一下目前政策的一个方向 或者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执行上的一个失误 那么都需要去进行做检讨 我觉得这个样的一个压力是应该是达到了 那么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游行对这个政府部门来说应该是一个警惕 那如果假如说相关的这种诉求如果不能满足 那么是不是在往后 那么甚至于现在民进党已经讲了11月3号再见 那么11月3号会不会招来更多的群众 这个都是值得我们来好好注意的事情 另外吴汉吴教授 我们看这场像马大游行的 我们来谈两个主角吧 新南最佳女主角 也就是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 她这回在游行最后呢 也下马英九校的站铁 希望能够就这个两岸政策和台湾主权的部分 来和马英九直接的进行辩论 那不晓得就这一次小龙女 也就是蔡英文的表现来看 您认为她的表现如何 能不能运用这一次呛马大游行的一个名气 来好好发挥民进党在野的一个角色跟功能呢 吴教授 就蔡英文当主席以来 在民进党内部的很多议题的一个一个这个操作也好 或者是在主导也好 那么我们看在这个群众活动上面 从830一次到这一次 那么在声势上是在上涨 那么而且在蔡英文主席所坚持的是一个理性的 非暴力的一个形式 这样大体上也都能实现 所以我个人对于这个蔡主席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那么至于说这个这个未来的未来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来讲 群众可以说是一个村药 这个群众支持的越多 掌声越多 那么越会这个将来在这个诉求上会采取的比较更坚定的一个立场 所以在过去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好像马总统也曾经讲过说 是不是找这个蔡主席来一起来谈这个有关于两岸方面的一些问题 可是没有得到回应 可是这个时候这个蔡主席突然就跑出来说 我们来辩论吧 那么显得显然 蔡主席是应该获得了群众的这个支持度 他觉得应该是有相当的信心 好的那除了刚刚提到这个最佳女主角之外 想谈另外一位很难被人家忘记的男主角 那就是身陷弊案的前总统陈水炳 那我们看到这次陈水炳 他也参加了这次的呛马大游行 而且好像还有很多民众是挥舞着阿扁加油的这样一个棋子 那么在台湾有很多观察人是认为 这一次阿扁来参加这个呛马大游行 是希望能够累积一些他反扑司法的力量 利用这个人民的力量 那不晓得您看他这样的动作 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吴教授 目前这样的一个发展是正在进行中 我们不能说这个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因为按照这个陈水炳在这个群众中所能散发的魅力 还有他能够鼓动的这个群众啊 现在从这个我们从取暖之旅到后来大家讲说是放火之旅 那么到一直到现在我们看说这昨天的这个大游行 好像他的声势甚至于胜过这个蔡主席 好像这整个的看起来这个不管是深绿的民众或者是民进党的群众啊 对于这个阿扁的支持度还是有一定的程度 那么未来 所以阿扁 所以到今天看起来在媒体上报道 他都是从头都是带着笑容 那么显然他在这个群众中不但是这个已经 现在已经超过了取暖的一个阶段了 应该是他觉得是有群众会支持他 那么将来在司法的审判上面 他是不是能够有这个有可能把它转变成一种政治的一种事件 就是从本来这是一个单纯的司法事件 他想办法把它扭转成一种政治事件 让这个事件变得很难处理 我想这个是他所想达到的一个目的 好的 吴教授谢谢您 那我们今天讨论的另外一个主题 是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张明清在台南遇袭的事件 那么接下来我想把时间相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来向您提出他的问题 来就这个部分进行讨论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 那么正如这个东宁刚刚提到 就是说这个张明清遇袭的